大家好,风雨男虽然说非常的好养,而且开花也非常的漂亮,但是我们大家在养风雨男的时候,至少每两年就要给它进行分租。 那么为什么呢?因为风雨男它是属于算科的植物,它的生长速度其实是非常的快的,其实一般经过一年的时间,它的根系就会布满整个花盆。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不给它换盆,那么它的根系太多,太过密集,就会影响它长出新根,而且也会导致它的养分供给受到影响。 再加上风雨男的生长速度是特别的快的,一般长一到两年左右,它不仅根系会布满整个花盆,它这些叶片这些植株这些侧球可能也会长满整个花盆,所以我们至少一到两年就要给它进行一次分租处理。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分租是比较合适的呢?一般的话,我们建议大家分租的是选择在它花期过后来进行。 那么风雨男它的花期是4月到9月左右,那么我们在9月份它开完花之后了,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分租处理。 当然在开春的时候,它刚刚开始恢复生长的情况下,大家也可以给它进行分租处理。 那么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,我们在养护这个风雨男的时候,一定要定期给它进行分租。 而分租的时间呢,大家一定要把握好。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。